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都要记住 才能通过公民考试 对 李宗盛 先让我们复习一下 在欧洲人来美洲之前 什么人住在美洲 你知道吗 答案是印第安人 或是现在的美洲本土人 请记住 你们需要掌握两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 又到英语时间了 下面的问题是呢 在欧洲人来美洲之前 是什么人住在美洲 让我们先学一下问题里的生词 谁 住 lived 是住的过去时 在英语里呢 一般用动词词尾的变化来表达时间的不同 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时态 最常用的时态呢 有现在时 是指一般现在发生的事情或者状态 那么动词呢 在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呢 不发生变化 就像字典里那个词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过去时 过去时呢 大家一听就能知道 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过去时的变化呢 一般是在动词的后面加异地这两个字母 如果细讲呢 就很复杂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那么细讲了 请大家记住这些就行了 以后呢 我们再详细讲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leave 这个词 前面我们说过 动词的过去时 是在动词的后面加异地 那 leave 这个词的结尾呢 是个异结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只加一个地就可以了 下一个词是 in 在什么里面 in 美洲 america 在什么之前 before 欧洲人 European 有人可能要问句子里的 European的后面有一个字母s 对 加了这个字母s呢 就表示这个词是个符数 符数就是比一多的那个数字 两数以上的就是符数 请大家记住 英语的符数呢 一般在单词后面要加个s Europeans 下一个词是到达 arrive 那么这个字 这个句子里的到达 为什么用arrived 而不是用arrived呢 对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要用过去式 so arrive 的这个动词就是过去式 下面跟李读一下这些词 OK who lived in america before the europeans arrived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句子 欧洲人来美洲之前 什么人住在美洲 who lived in america before the europeans arrived 下面请跟李读一下 please repeat the english after 李 who lived in america before the europeans arrived 下面我们看一下答案里的生词 the 这个词是个贯词 是放在名词的前面 贯 就是那个帽子那个贯 就是如果这个名词是特指的话呢 就用前面就用一个the 人 它特指人或者物或者是名词都可以了 那么这个词呢 是个虚词 大概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 土著 土著的 native 美洲人 美国人 american 印第安人 indians 下面请跟李读一下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土著 土著美洲人 the native americans 印第安人 indians 请跟李读一下 please repeat the english after 李 the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好 下面我们继续讲历史 1492年 克里斯多福 哥伦布 把他发现的新世界告诉了欧洲人 许多欧洲列强开始行动 准备征服北美和南美 西班牙是这样做的第一个大国 后来西班牙征服了北美的南部和西部 即南美的大部分地区 法国进驻加拿大 还声称占有了美洲的中部 尼西西比地区 英格兰呢也不甘示弱 住进新世界 并在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 就是今天的美国 嗯 who were these early americans 你问的问题很好 那些早期来美洲的人是谁呢 什么样的人会离开欧洲舒适的生活 而到美洲的殖民地去呢 这些人都是一些意志坚强 有精神追求有信仰的人 他们为了自由而不顾生命危险 从欧洲来到美洲 这里有几点你们需要了解一下 他们是为了自由 包括政治自由 宗教自由和经济上的机会 自由的从事宗教信仰活动 以逃避迫害 我们都知道这些欧洲人在美洲可以自由的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 也可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 他们在他们本国都是受迫害的 所以就逃到美洲来了 英语时间 OK 现在又到英语时间了 当人们越不洋过海去占领另外一个国土的时候呢 这块领土我们叫做殖民地 英国在北美的东海岸有13个殖民地 下一个问题是殖民地人来美洲的原因之一是什么 what is one reason colonists came to America 我们先学一下这个问句里的生词 什么 what 是 is 依一个 one 原因 reason 殖民者 colonists 就是 come or pastent c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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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的过去式 这个动词呢 是个不规则的动词 那么在英语中有些动词的变化是不按照规定的原则变的 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动词叫做不规则动词 come 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 下一个词是一个借词 在这里表示到哪去的意思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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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非常非常常用的词 下面我们把这个问题讲一下 殖民地人来美洲的原因之一是什么 what is one reason colonists came to America 这样的问句呢 以what 开始的句子呢 要给具体的答案 我们把这种问句叫做特殊一问句 一般的特殊一问句呢 在给答案的时候呢 要给具体的内容 下面是一组答案 我们学一下 你们只要记住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自由 freedom 政治自由 political liberty 宗教自由 religious freedom 经济机会 economic opportunity 从事他们的宗教信仰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逃避迫害 escape persecution 下面请跟立读一下 freedom freedom political liberty political liberty political liberty religious freedom religious freedom anii e儿 unch knight 性 real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Escape persecution Escape persecution 1776年 这13个英国殖民地发生了革命 革命后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 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依旧是美国 当时只有13个州 现在有50个州了 在考试题里会问你以前的三个州的名字 所以你要尽量多记住几个老州的名字 问问题时可能用colony 殖民地这个词 也可能用state 州这个词 你们要把这两个词的意思也记住 下面我们讲一下下一个问题里的生词 殖民地 colony 13个殖民地 13 colonies 州 state 13个州 13 states 最早的 原始的 original 我们看一下问题 有13个英国殖民地 请给出其中三个的名字 下一个问题是 有13个最早的州 请给出三个州的名字 好 下面我们跟利读一下生词和词组 OK there were there were 13 13 英国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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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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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do that together alright there were 13 English colonies name 3 OK next question repeat after m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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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s States There were 13 Original States Name 3 好 OK 下面我们给答案 底下都是13个州的名字 我先说汉语的名字 新汉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罗德岛州 Rhod Island Kongni 德格州 Connecticut Niu Yer New York Xin Zer Zo New Jersey Bin 西 法尼 亚 州 Pennsylvania Telavar 州 Delaware 马里兰州 Maryland Fujini A 州 Virginia 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 South Carolina 乔治亚州 Georgia 下面请跟李读一下这些州的名字 OK New Hampshire New Hampshire Massachusetts agogueses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komplett L nhà go near 啊 го 다니i 路 ה listening 預 from New Jersey, New Jersey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Delaware, Delaware Maryland, Maryland Virginia, Virginia Nor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Georgia Georgia 好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别忘了 回去多练习 Goodbye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